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2020年10月22号 中国城南省信仰市新县的城南出现了奢刀人 什么是奢刀人呢? 就是一位在街头卖刀的人 他的刀子你可以先拿回家使用 先不付钱 等待卖刀的人 他所说的预言成真了 他再回来向你收钱的意思 再回头来讲 2020年10月22日这天 中国河南省信仰市新县的城南出现了一位奢刀人 那天两把菜刀是138块钱 这次直接了当的他说 当年不收钱 明年再来收钱 在场听到奢刀人 蹭语的人解释说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如果明年 也就是现在的2021年 还能活着 能够等我来收钱的人 都是积了大德的人 现在正是新冠疫情肆虐 水灾火灾等灾难 骗烧世界的2021年 听完去年2020年 奢刀人的预言 是不是感觉不可思议呢? 相传在光绪年间 有一个和奢刀人有关的预言 他说 等小卖价格从现在的90文钱 跌到了19文钱 就会来收钱 当下 大家都不相信 可能大部分为了占便宜 都奢了他的刀 等到光绪奠基后 开始变革新政 关注百姓的十一住行 把小卖90分钱 降到了19分钱一斤 这个时候 大家才惊觉 奢刀人实在太准了 历史上的奢刀人 非常神秘 他们的身份 来历 目的等 都让人琢磨不透 据说 这些人是鬼骨子的传人 在一些事情发生变化前 奢刀人将一些预言 通过奢刀 这一个商业行为 广布于天下 据说 很多事情都已经应验 传说中 奢刀人挑着扁担 走街串响 售卖他们的菜刀 但奢刀人的菜刀 要比普通的菜刀贵 但是从来都不会立马收钱 奢刀人总会做一些预言 等预言实现后 才会过来收钱 但说也奇怪 他们就像入俗修炼的僧人 从不在一处 地方停留太久 但却什么都记得 据有位老人描述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一个男人挑着担子到村里来 说可以奢菜刀 不用付现钱 邻居们觉得稀奇 就围上去 奢刀人说 这个刀子 你们可以先拿回去用 等你们家里买自行车了 我再来收钱 刚开始 邻居们都不信 害怕遇到骗子 后来有一个人说 反正又不用先给钱 而我这辈子也买不起自行车 于是就奢了 签了协议 后来大家也都跟着奢了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邻居们早忘掉这件事了 很多人家里都买了自行车 奢刀人居然真的来收钱了 据记载 咸丰时期 浙江凤化 曾经有这样一群神秘的奢刀人 会在临走的时候说 等米价从每升八十文 降到每升十八文的时候 回来收账 当时的人们想 这怎么可能啊 米的价格怎么可能会这么便宜呢 但是没想到的是 米价真的从八十文降到了十八文 人们惊为天人 有传说 日本侵华期间 日本鬼子曾经追捕一些奢刀人 这些卖刀人对买刀人说 菜刀先拿去用 日本鬼子完蛋时 我来收钱 日本政府一听 很恐慌 知道奢刀人在江湖上有 铁口断未来的本事 害怕一蹭成真 于是疯狂追捕奢刀人 奢刀人被捉后 还预测 钱我是收不到了 不过你们会主动把刀上交的 这些奢刀人 一般通晓奇门遁甲 也有许多传言 说他们是鬼谷子的门生门徒 能占谱 生死 以遇之未来为己任 而已传说奢刀人总会在 世道变迁之前出现 每次也都会给世人几句称语 暗示将要发生的事 让人早做准备 90年代曾经有过这样 奢刀人说 等猪肉几十块钱一斤的时候 再来收钱 当时民众觉得 根本不可能 猪肉怎么可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呢 而在今天的中国还真的是实现了 是吧 而每当他们预言的实现时 总会有大事发生 奢刀人自诩是鬼谷子的传人 鬼谷子相信我们都听说过 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各国的军政事件中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是战国时期最神秘的一个人 而且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甚至对于其本人的真实存在性 都有被质疑 所以一直以来 这个人是否存在 后世也有颇多猜疑 但是他有几个弟子 我们却非常了解 比如 庞娟 孙并 张仪 苏秦 都能以天下为棋盘 诸侯为棋子 终横摆合了一部战国史 另外 又有人说 这个人和我小时候 舍剪刀的那个人 长相是一模一样的 到现在还没有变老 也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位外乡人来村里出售 牛肩木书 这不是卖刀 这是卖木书 也是射出去之后 然后他就说 等到金鸡尾巴着火了 燕窝的小鸡们 灼瞎了老鹰的眼睛 我就会来收账 金鸡就是中国 在中国上过学的都知道 老师经常会把中国地图 比喻成大公鸡 是吧 鸡尾的地方不就是西南吗 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 印度和中国在争议地区 发生冲突 并且已经开了枪了 说的就是这件事 然后那句燕窝的小厨们 灼瞎了老鹰的眼睛 这句话其实是让我觉得 最震惊的了 因为我觉得太形象了 老鹰国就是美国对吧 把老鹰的眼睛给啄瞎 不就代表着 美国现在的宪政危机 有人觉得预言的太形象了 觉得还是挺准的 确实是让许多人 觉得很震惊 又有人说 1994年左右 当时我家在东北偏僻的小村 有个白胡子光头的老头 挑着扁担 爱家爱户 严门卖菜刀 比当时的市场价格高十几倍 但是收好先不收钱 等绿豆降到多少多少钱 一斤的时候再来收 如果没到那个钱 就当做菜刀是免费使用的 那个时候绿豆这种作物 在当地种植的是很少的 所以价格一直很高 大家都以为不可能的事情 有的人贪图便宜 就要了菜刀 后来几年 乡里要求大面积种植绿豆 绿豆价格一路走低 果然到了白胡子老头 说的那个价格 于是那一年老头居然出现了 很奇怪的是 过去了好几年了 谁家要了他的菜刀 谁家没要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清朝时期 蛇刀人发展到了巅峰 1878年的申报 上面写了这样一则报导 标题叫做 妖言惑众 内容的大概意思就是 在咸丰新有年间 也就是1861年的时候 浙江的宁坡凤化县 有一个开着船卖刀的人 盼到有人聚集 就会停船靠岸 摆摊 卖自己的刀具 只要有人上前询问价格 蛇刀人就会给他一把刀 先不用付钱 登记一下姓名 柱子就可以了 然后蛇刀人说 现在米价很贵 一身就要80文 菜刀你先免费用 等一身米降到18文 我才会来收钱 围观群众一听 哎哟喂呀 这怎么可能嘛 这个商家这样做生意 一定会亏死的 每个人都跑去拿了一把 免费的菜刀 殊不知 等到十几年过去之后 米价忽然降到了18文 这个时候大家才想到蛇刀人 只是这位卖刀人 再也没有出现过 总体来看 蛇刀人的预言 一般是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预测物价 一般是在四川 湖南 湖北 安徽等地 譬如大米 涨价到十元 小麦涨价到五元 米价要比猪肉贵 等 第二种就是预测 社会的发展趋势 譬如 羊上千 牛上万 娶个媳妇 十八万 世间有路 无人走 农村有房 无人住 第三种就是预测灾难 比如 满街大楼 无人住 一半粮食 换套房 十里长街 一盏灯 万里巷楼 无一人 高楼大厦 都变 茅草屋 两个馒头 换一个媳妇 即便是现在一些 民风存播的地方 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人 因为农村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地点 这里的人口流动性不大 如果说的话 真的实现了 他们也可以过来收钱 村民也会图个吉利 即便是提高了价钱 也会信守承诺 还回去 但是在大城市 进行这样的活动 可能是亏本生意 因为人口不固定 想要回来收钱的时候 可能早就已经 人走查粮了 传说中神秘的射刀人 往往只是在需要 警示世人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来 他们一般走街串巷 游箱寺里 在偏僻的山里 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一路踏戈而来 走村窜户 不露身底 与人交易 趁雨连连 信言淡淡 来也无中 去也无影 有人一种神秘和诸多的遐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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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